大洛杉磯地區中國統一出進會 日前舉辦了15週年晚 寄身一屆常務理事會就職典禮 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副總領事代雙明 在出席活動時批評了台灣領導人蔡英文 近期在訪美活動中 以及台美之間的軍售行為 大洛杉磯地區中國統一出進會 新任會長歐陽韜在上任後強調 促統會成立15年以來 一直堅持台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他有承諾將團結台灣同胞 以和平統一進程為目標 以鼓勵我們一直會走下去 加強和世界各粗統會的聯繫 以大力參加這個粗統的活動 帶領這個南加州的民眾一起 遷起這個愛國的熱情 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副總領事館 副總領事代雙明當晚出席活動的時候 首先代表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 並肯定了促統會多年以來 違反台獨工作做出的努力 帶雙明在隨後的發言中 也批評了台灣領導人蔡英文 近期訪美的活動 以及台美之間的軍售行為 是導致當前兩岸關係僵局的直接原因 蔡英文最近以過境為藉口 吸著所謂民主自由人權的外衣 在紐約大放厥詞 污衊詆毀一國兩制 意在混淆視君 騙取同情 挾揚之眾 為製造台獨 尋找藉口 其淺惡用心 養人鼻息的言行為人所不齒 也必然招致華僑華人反對和抗議 美方近來批准向台灣出售武器 嚴重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 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規定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損害中國主權和安全利益 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 為了維護國家利益 中方將對參與受台武器的美國企業實施制裁 並將做到言必行 行必果 天下衛視採訪報導